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商业与管理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商业与管理群课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 我们先介绍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 商业与管理群科课程纲要 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以务实之用为新课纲的核心理念 课程设计强调务实与理论兼重 即培养学生具备商业与管理从业人员所需之知识 与实作技能 符合职业发展需求 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商业与管理群领纲研修 为协助学生适性发展 强调理论与实物兼重 强化基础专业技能 并融入职业伦理等核心素养 培养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 设定布定专业及实习科目 涵养统整能力 新增布定实习科目之技能领域课程 使学生具备跨科共通基础能力 另外着重链接产业发展趋势 遵循相关法规及鼓励选用自由及免费软体 尊重智慧财产权 从99科纲到12年国教新科纲 可发现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商业与管理群课纲亦一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窃领的规划 在新课纲规划中 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国因数可以适性分组 布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令新增技能领域 在校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跨科、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布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之技高课程架构 其中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商业与管理群的群共同课程中 专业科目将原有计算机概论 更名为数位科技概论 实习科目增加数位科技应用及商业沟通 专业科目26学分 实习科目6学分 群共同课程共计30二学分 技高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而技能领域的形成 细把商业与管理群里属性相近之科别 截取共同基础技能所形成技能科目之组合 借由技能领域里的共同课程 培育学生跨科别之共通基础技术能力 为了培养学生跨科之共通能力 商业与管理群规划三大技能领域 商业与财快 跨境商务及资讯应用技能领域 其对应之实习科目如表所示 新课纲相对于99课纲 除配合产业技术发展 对布定专业及实习科目进行检视调整外 更进一步规划新增了技能领域课程架构 以每个技能领域都有三至四个科目的方向规划 商业概论维持与99课纲相同的学分数 但是与时俱进的加入如巨量资料 NFC 第三方支付及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专用权等内容 以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趋势 新课纲之会计学偏重中小企业之经营实物 并融合IFERS新公报 事实依据最新修订之商业会计法 及企业会计准则公报EAS 作为学生学习内容之依据 经济学删除99课纲较艰深的单元 如效率需求的交叉弹性及所得弹性 所得水准中投资等于储蓄决定法 加速原理增加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 如利率与生活的关系 与大专经济学区隔 简化内容深度 符合学生生活经验 及教师对教学需求 新课纲将99课纲的计算机概论 更名为数位科技概论 学习内容依据数位科技的发展做更改 新增、整并及删除 以符合资讯科技的潮流 衔接数位科技概论科目 其能理论与实物结合 课程以数位科技结合商业实物应用为主 为符合数位科技的发展 新增云端应用单元 并将计算机概论2之网页设计 调整到数位科技应用科目 商业沟通学习内容 透过实地演练、角色扮演与分组报告 培养学生人际与商业沟通技巧 增进人际关系 借由实物体验机会提升学生就业力 着重学生正确工作价值观与基本能力 以培育学生符合职场需求的软实力 门市经营实物为技能领域之新增课目 学习内容主要着重实物学习 如门市管理作业、收银清洁作业 POSE相关报表及顾客服务等 强化与业界接轨使学生具备做中学、学中做的门市经营实物技能 并熟悉目前门市营运状况及未来零售业发展趋势 行销实物学习内容主要着重行销实物、创意创新及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 使学生具备行销环境分析智能、熟悉行销组合与行销决策 课程内容配合科技化行销趋势与经济环境发展、务实致用原则 运用商业案例、日常生活及校园相关等活动 透过团队合作进行分组实作演练、制作并发表行销企划书 会计软体应用学习内容 细了解商业职场基础专业智能与企业资源规划ERP 会计总账及进销存支流程架构 并能运用科技资讯进行账务处理 培养学生具备数位科技与商业整合应用能力 金融与证券投资实务学习内容主要让学生认识投资理财的基本知识 并具备银行、证券及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实务作业的能力 我国四面环海、天然资源缺乏、贸易则成为对外发展的动能 国际贸易实务规划两年共计八学分课程 以进出口贸易流程为架构 透过业界实务与实事案例分析 引入业界专家学者教学和分享 落实理论与实务结合 会计软体应用学习内容 细了解商业职场基础专业智能与企业资源规划ERP 会计总账及进销存支流程架构 并能运用科技资讯进行账务处理 培养学生具备数位科技与商业整合应用能力 英文是从事跨境商务时必要技能 贸易英文实务学习内容 着重常用贸易英文书信格式 如寻价信、报价单、契约书等 同时透过分组演练的方式 使学生能运用简易贸易英文进行对话 强化贸易实务技能 多媒体制作与应用学习内容 包含多媒体、影音处理、3D电脑绘图 3D列印及电脑动画等主题 培养学生手忍多媒体应用的能力 以其能自行设计与制作多媒体 展现创意的技能 城市语言与设计 学习内容包含城市组成与语法操作 资料形态与运算 选择结构、重复结构、阵列及函式等主题 培养学生具备撰写城市语言基本能力 进而具备自行设计程式 以解决问题的技能 资料库应用学习内容 着重教导学生运用资料库管理系统建立资料库 以及编辑、查询资料表 且能运用结构化查询语言 存取资料库系统内的资料 最后学生能自行建制资料库应用系统 以及设计和建制资料库网站 学校可以以下四个方式选用布定科目之教材 一、国教院审定版 二、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国教署请群科中心编审之教材 三、讲助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集四、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并决议通过后使用的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纲翻转过去以教师为主题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题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 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 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 务实致用之终身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技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同谱高及纵高 对应领钢核心素养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及实习科目 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 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 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举例来说 能正确完成收银作业 是门市经营专业能力的表现 诚信交易并提供 令消费者满意的服务 就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商业与管理群规划的 群核心素养共有7项 各校之商业与管理群科 应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定科专专业能力 并进一步规划校定课程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 学习表现、主题、学习内容 据商业概论为例 学生在学完商业概论后 会有6项的学习表现 而上课所需要的学习素材 即是主题及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商业与管理群各科 可依据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依其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于校定科目约70至80学分内 发展以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课程 并形塑各校科之差异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布定课程是依国内产业人才需求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 学生图像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 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 并建立科专业能力 依此规划校定科目 规划流程有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 同科跨班 同群跨科 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 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对照表来进行规划 首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技处 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 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此图以台中市重大交通枢纽 台中火车站临近区域呈现产业需求为例 这张图是台中火车站临近产业聚落图 说明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本群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以商业经营科为例 火车站周边有银行 卖场 机场 港口 会有门市经营 金融证券 会计 贸易 行销 物流 资讯等产业人力需求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 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 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已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 接着再将每一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代表该专业能力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商业经营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及科专业能力的对照表中 科教育目标第一至三项 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至三项基础能力 而科教育目标四至五项 则对应到科专业能力的第四至五项 呈现专业分流的能力 科教育目标第六项与科专业能力第六项相对照 主要是敬业要群、职业道德及终身学习的态度面向 科专业能力与学生图像的对照表中 科专业能力第二项与学生图像第一到三项为高度对应 而第四项为低度对应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为科专业科目老师 亦可邀请一班科目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由科专业能力发展出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适性洋才的校定跨班选修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上面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 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九九课纲的科目 以及新课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并考量科特色课程 以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于科教学研究会时 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 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心源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源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于授课仍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 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性洋才 依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达学生应休息选修学分数 之1.2至1.5倍 以商业经营科为例 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中 可看到商业概论与第1及第6项是高对应 第二至第5项科专业能力则低对应 表示商业概论和门市经营与服务 敬业药群、职业道德及终身学习之能力 是紧密连结的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 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 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 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涯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的呈现未有制式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 并确保专业类科能力培育项目 与开设课程间学习进入规划之图示 明确一读 以商业经营科的课程地图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 具备门市经营与服务能力 和具备协助推动行销障碍能力 能清楚对应到不同的选修实习科目 而呈现在科的课程地图上时 即可看到蓝色及红色指标 所分别连接到选修科目及专业能力 第三章节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以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据以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与一般科目关联为何 一般科目之开设在社会 艺术自然科学三个领域 各校可依群科属性 议题融入 学生生涯发展 学校发展特色 师资调配等弹性开设 群科的专业科目与一般科目的学习内容 息息相关 如经济学与数学 社会领域 环境科学概论 美术及英语文等课程学习 是有相关的 如本图所示 群科的实习科目与一般科目 彼此间课程内容息息相关 如数位科技应用与数学 艺术领域 国语文及英语文是相关的 如本图所示 除了布定科目与一般科目连结外 在开设校定科目一颗检视 专业及实习科目与一般科目之衔接性 举例说明 以本群资料处理科校定科目电脑软体应用为例 在开设此科目时 需检视其学习内容 与数学 艺术 国语文及英语等学习内容之衔接性 是否已休息过所需的知识内容 从另一角度 以专题实作课程为例 结合一般科目的语文 数学 科技等课程 再加上产品设计 美学素养及利用心知 可以帮助学生在专题实作中 有更深入的发挥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